好 大家好 咱们还是跟原来一样 把上一期课也就第三课内容稍微复习一下 首先咱们讲了假如你有两个monitor的话 你可以充分利用它的second monitor这个feature 然后你可以做一下照片和照片的对比 在左下角你看到一二字对吧 click在二字就能把第二个monitor给它open 假如说只有一个那个monitor的话 最好就不要用吧 然后上回那个jin他问了一下 就是有一个short card 怎么把它short card把第二个window给dispear 是那个f11对吧 不一定要记 好 secondmonitor 然后咱们上一课花了很多时间 讲了一下这个library里头的toolbar 大家看到我的那个鼠标 在这个filmstrip就最下那一行的上面一点点 有这么多tool 这个就叫toolbar 然后在toolbar的右边 这个地方看到我的箭头 这是叫filter 千万不要confused 因为我自己初学那个library的时候就confused 我硬要用这个filter去给它sign颜色 或者是给它assign这个star 这是不对的 一定要用这个toolbar这个star或者颜色去sign的照片 然后这个filter是用来干嘛的呢 等你把这些star那些flag 还有那些color都assign以后 你可以通过这个filter来得到你想得到的照片 比如说我想得到我照的比较好的都有五星的风光照片 对吧 你就可以通过filter来实现 通过过滤把五星的都给display出来 然后刚才那个Alice提到了 就是library的filterbar在这上面 这个shortcut是enter上面那个vertical 我按一下 它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library的filterbar 或者就叫libraryfilter 这个比刚才讲的filter更powerful 它可以咱们上回做了练习 可以把你哪台相机 哪个镜头拍的照片 哪年拍的都可以给它找到 而且很快的display出来 所以呢可以说filter呢 是一个简化版的这个libraryfilterbar 好 讲到了这个toolbar 有些人呢 哎呦就发现它这个lightroom里头啊 没有这些tool 比如说没有这个五星啊 没有这个color啊 要到哪去找啊 大家看看我的鼠标啊 在这个地方有个倒三角 你click一下以后呢 这个地方就allow you to select or deselect哪些tool 那个show up啊 比如说假如我忘记了这color 哎 再等我啊 color label 然后ranking 哎你看我现在的color就不见了 对吧 我的那个五星也不见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没问题啊 点击一下这个倒三角 你把这两个地方呢 再check一下 他马上就出来了 好 我们具体谈了这个toolbar里头的每一个tool啊 有三个这个tool呢帮助我们把照片给rank 第一个呢是flag flag的话呢 它包括三个flag 一个是p 一个是u 一个是x 实际上只有两个啊 一个是p stand for select 就是你选了这张照片 x的话呢 就说你reject这张照片 就是你不喜欢这张照片 u的话呢 就是unselect 或者unreject 就只要你pressu的话呢 你刚才选的那个select 或者是刚才reject的话 都会come back 所以呢就是用通过这个三个flag 来indicate 你喜欢那张照片 你reject那张照片 第二种办法呢 叫rating 就是通过这个五颗星 所以可以叫star rating 大家都记得这个short cut了吧 很easy啊 1就是1星 2就是2星 一直到5就是5星 好 第三种呢 就是这个label color label 红色呢是6 黄色呢是7 我讲的是short cut 然后绿色是8 然后蓝色是9 然后呢 有人就说 哎呦 这个紫色怎么办呢 对不起 紫色的话 你没有short cut的 你只能是manually 去按一下 这个紫色的那个 这个方块 然后呢 上节课也讲了一个 除了 这个labeling 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呢 另外 lightroom 还可以让我们去create一个叫customlabel 上期讲了几种办法 一种就在就在这个右边的这个 这个media data里面 看到没有 看到我的鼠标了吧 这个label对吧 现在是 这张照片是用red红色red 是indicate的一个customlabel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create a customlabel呢 是通过这个喷筒 来实现 怎么实现呢 大家click这个label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一下 这个labeltext 然后呢 输进去这个text 这就是一个customlabel 我们讲了flag 讲了renting 讲了colorlabel 这三个方法呢 都可以mix combination来使用 咱们上节课呢 最后提了个问题 比如说你喜欢拍鸟 对吧 我一共拍了十种鸟 你怎么用颜色和这个flag 这种combination 来表示这十种鸟呢 因为这个颜色 只有五种颜色 对吧 假如你有十种鸟 你怎么能通过这个颜色 加上这个flag peak或者是x 就是reject 这个combination 一共呢 可以实现 多少 三个 加上六个label 就是三六一十八 可以将近 二十个不同的鸟类 这样来区分开来 好 我们讲了这个filterbar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 怎么来选择照片 比如说你打鸟回来 拍了五六百张照片 对吧 你肯定要筛选 筛选一次 我们就讲了 通过两种办法 来筛选照片 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这个xy 就是通过两两的对比 来最后选择你最喜欢的照片 第二种办法呢 是看到我箭头 在这有三个方块的 这个呢 叫surveyview 来 display 它的原理就是说 通过eliminate 就是去除 某张照片 你根据对比 对吧 你觉得这张照片 不如刚才那张好 你又可以把这张照片 给去掉 这样的话呢 把你不喜欢的照片呢 给eliminate掉 就是两种不同的办法 第一种是叫compareview 第二种呢 叫surveyview 这是回声 是因为有人把那个 可以mute一下 好 另外我们 hello 现在好了 好 然后呢 我们也讲了两个 非常有用的shortcut 就是你看照片的时候 你要看 把所有的照片都看到的话呢 这个shortcut是叫 gradview grid 它的shortcut是g 你按一下g的话呢 它会display所有的照片 然后假如说 你想看某一张照片 你可以用那个shortcut的e 叫loopview 你可以 用g 把它所有照片display出来 然后呢 按一下这个e 可以display 其中的某一张照片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希望大家能记住 这两个shortcut的 好 我们讲了compareview和surveyview compareview的shortcut呢 是c compare 然后呢 surveyview shortcut是n like nancy 然后我们又讲了这个 这个喷筒 这个工具 非常的管用 现在喷筒呢 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了 我上期你讲过的 谁能回答一下 那个view是grade吗 不错不错 因为这个喷筒的功能呢 它是想做一个patch 就是说一个group 所以呢 它必须是在gradeview上来实现 所以呢 你要按一下这个g 到gradeview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喷筒 对吧 喷筒的功能很多 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dropdown list 你可以这么多东西都可以去用喷筒来实现 比如说 你想把二十几张照片去 那个都打上那个四星级的那个这个ranking 你就可以这种弹法 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打 你可以一下子就打完 非常的powerful 好 这是paint 然后最后呢 我们讲了一下 用那个人脸的识别来 来管理这个人 这个也是非常powerful 比如说你家里有小朋友的 你可以把你女儿的照片 比如nancy啊 或者alisha 都记上她的名字 然后你click一下 所有的alisha的照片 全部都出来了 不管是哪个哪一年拍的 非常的powerful 然后最后呢 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非常有用的 一个shortcut 这个shortcut呢 就是view 这个shortcut 大家还记得这个shortcut是什么吗 是i information的意思 i 你press的一下 它display一些information 然后再press的i一下呢 它有display 另外一个set information 然后再press一下 它的disappear 这个呢 非常有用 假如你想知道这张照片 这是什么光圈拍的 什么ISO拍的呀 什么时间拍的呀 什么镜头拍的呀 都可以display出来 这个设置呢 是你可以自己来设置的 在什么地方设置呢 大家看我的鼠标 click一下view 然后呢 找到这个view option 然后这个view option的那个screen就出现了 出现以后呢 大家看到这个loopinfo1 这就是你press的i第一下的时候呢 它会display出来的一些information 像我说的 你这些里面呢 都可以去自己custom 比如说我不想display copyright 我想displaylocation 在什么地方拍的 我看看 比如说 这没有location 没关系 我display这个exposure time 花了那个 那个多长时间拍的 然后呢 ISO多少 这是第一下 然后呢 loopinfo2 是define 你press第二次的话 它show一些information 这个都可以 你customiz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shortcut 好 这就是咱们上一节课讲的内容 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要花五节课的时间 来讲编辑照片 我把它大纲给大家show一下 我想很多人 报这个培训班呢 都是想用那个lightroom来编辑照片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应该是咱们 这一系列的一些课里面的最重要的 大家看一下 今天开始呢 我们讲编辑照片的第一节课 然后呢 会讲一些histogram 白平衡 怎么用这个histogram和这个basic 这个tone来把照片调亮调暗 然后呢 下节课呢 是第二节的develop 编辑照片的课 讲一下用的最多的 怎么cropping 裁剪 怎么去做这个spot removal 然后呢 还讲两个filter gradual filter和radiate filter 然后讲一下brush 这堂课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第五 就是下一期的课 我觉得是这个lightroom里面的核心 大家一定要try your best to make it next week 这并不是说这堂课和以后的课 不重要 就说相比较而言的话呢 第五节课用的这个tool呢 是用的最多的 好 接下来呢 第六节课呢 是讲其他的一些编辑功能 到了第七节课呢 我们讲一讲next level的editing 包括preset 预设 snapshot 然后怎么create a virtual copy 怎么去创造hdr的照片 然后呢 第八节课 这课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会着重讲一下 怎么把lightroom以外的一些tool 给lightroom结合起来一块用 现在可能有些人对这个lightroom 对了Adobe的这种marketing strategy 不是很喜欢 他想 我可不可以不用这个lightroom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软件 假如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 make sure you come to the 这个第八节课 好 第九节课呢 是讲这个 那个lightroom的一些其他的module 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 讲 第一堂 编辑的照片的第一堂课 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 slide 首先呢 咱们要花点时间来讲一讲 左上角的这个图 这个图呢 叫navigator 中文呢 翻成导航图 这个导航图呢 大家在lightroom都打开了吧 这导航图假如你没看到的话呢 你要点击一下这个三角哈 make sure它是朝下的 你就会看到它的导航图 这个导航图呢 在library module和developer module 两个module都是一样的 它是有少许的不一样 现在大家呢 先来看一下library 这个module里头的导航图 大家click一下这个library make sure你这个library是enabled的哈 好 大家来看看这个navigator navigator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preview 一个window 让你来看到这个照片 不同的这种效果 大家把这个鼠标啊 放到这个最下面 这个叫film strip 当你移动这个鼠标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导航图呢 会display不同的照片 看一下 而中间 这张照片是没有动的 这个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让你来比较一些照片 然后呢 方便你来修改照片 好 这是一个特点哈 第二个特点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navigator 看到我的鼠标哈 它这个把它照片呢 正好跟你这个中间那个屏幕呢 能能够有足够的space来display 对吧 但是假如说我click fill以后呢 哎 它就zoom in了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这个navigator就出现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表示 这个方块里面的这一部分呢 在中间这个pinel里头 好 咱们再click右边的1比1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 这样照片navigator中间的这个小方块变小了 说明这张照片的这个 这个resolution是还是比较高的 它这个屏幕 不足够那么大 来把整个照片来display出来 为什么1比1 这个比例非常重要呢 一般来说 假如说你的照片呢 呃 清不清楚sharp sharp 你一般都要用1比1 这个比例来看这张照片 大家可能有这种呃 experience哈 你用照相机照完了照片以后啊 在照相机后面呢 这个三寸或者四寸的屏幕上看 哦 这个照片非常清楚哈 但是你下载到你的那个电脑上 用的1比1的这个size一打开这张照片 你就会发现 哦 眼睛是模糊的 脸是模糊的啊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看这张照片 sharp sharp 一定要至少选择1比1这个size 来看这张照片 假如说1比1这个size这张照片 眼睛是模糊的 那这张照片基本上就是废片 你可以reject掉 啊 所以为什么1比1这么重要 然后呢 想要说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这个 我的这个上面怎么没有这个1比1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只有一个fit feel应该有吧 完了有一个hundred percent就是这个feel 对吧 对 应该就是这个feel 因为我点出来跟你的这个解释的一样 和这个feel 完了下边就是一个percent OK 没关系 假如说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它改掉 没关系 然后呢 我接着讲 待会儿就可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可能是apple 可能是apple关系吧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apple iMac用的是同样的 应该不是 应该是最新的版本的问题 这样的是吧 OK 没问题 即使你没有这个1比1 没关系 咱们接着讲 然后呢 在右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slag list 对吧 你这个里头有没有1比1 张荣 我来看一下 我这个里头好像也没有1比1 谁有 谁还要是apple啊 我也是apple 是percent 只有percent而已 100% 然后400% 对对对 我也是apple pc也是这样子 他就是 你能理解是100% 100%吧 就1比1吧 对 那就说100% 应该是1比1 那100%不就是那个feel吗 不一定 feel的话 他是说 我这张照片是 因为是那个portrait 我点击一张 那个 那个landscape照片 试试 比如说这样照片 这样子是feel 但是1比1的话呢 他就一下变小了 你那个张荣 你click一下 这个 这张照片 这张那个 在阿拉斯加拍的照片 你看看 我的也没有 我的也没有1比1 没关系 就是百分之百 点击一下百分之百 是不是这个效果 这个方块 比较显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你在阿拉斯加拍的是哪个呢 就是有那个冰川的 第几张啊 大概 冰川的 我看一下 可能新的版本就没有 我的也没有 我是PC 对 没有1比1 对吧 但是有百分之百 对吧 有百分之百 对 百分之百 大家都click一下百分之百 看看你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看一下啊 这是fit 完了 百分之百 他中间有一个 只有百分之百 那就是没有feel 那就只有百分之百 OK OK 那就说 百分之百是一比一 对吧 好 那行 那就记住 大家记住 就说 你看照片啊 看看这张照片 清楚不清楚 效不效不 一定要在 1比1 或者是 100%的地方 click一下 我是说拍人像 拍人像 好 然后呢 在右边的话呢 他也给你其他的选择 他可以放大到 就是 1比16 翻11 翻11倍大 就算把照片呢 翻得那么大 然后呢 缩小呢 是缩小到 16分之一 看我一点击 16分之一的话呢 他就变那么小的 这个呢 用处 倒不是很大 就说 假如说 大家有时候 需要 看的 把这个照片 看得非常仔细 一个一个地方 看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 把他照片 放得比较大 比如说 三分之一 或者是 四分之一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有用 尤其是 像我 修人像的时候 咱们来 把张静这样照片 display出来 比如说 我想 把这样照片 放成 两倍那么大 这样的话呢 他的一些雀斑之类的 都可以 一聊无余 这样的话 就方便你 去把他 雀斑 一些 之类的 可以 很方便地 remove掉 假如说 你弄成1比1 或者是弄成feel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看清 他的这个detail 所以呢 就不同的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 把这张照片 放成不同的size 好 还有一地方 还有一个 比如说 这样照片 假如说 我想 把这样照片 仔仔细细地 看一遍 比如说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那个学会 要搞一个 这个什么 展览了 对吧 你有张 那个风光照片 很漂亮 但是呢 你发现 这个照片上 有很多的污点 看到没有 看我的照片 就很多污点 这个点呢 就是这个sensor 上面脏掉了 但是呢 你看照片 非常的大 你想 仔仔细细地 把这张照片 看个遍 有什么办法呢 Lightroom给你的一个办法 这个呢 就是用page up 或者是page down 来浏览 这样照片的 每一个地方 咱们先试一下 咱们现在可以 点击一下 这个 这个 Alaska的照片 然后呢 可以把它放在 二分之一吧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一个小方块出来了 就说现在 中间这部分呢 只是这样照片 整个照片的 左上角的一部分 大家看没看到 这样的话呢 你就很清楚地看到 哦 这有一个 一个斑点 好 你再往下走的话 怎么走呢 我刚才讲了 page down 他就会 把这个照片往下移 你继续按的话呢 他继续往下移 又找了一个黑点 看到没有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找最后一行 然后呢 再按的话呢 他就会跳到第二排去了 大家看一看 哎 跳到这个上面去了 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呢 你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脏的地方 你一定要给它 清理干净 对吧 不然的话 你把这照片啊 放得很大的话 别一看 我这张照片 这么多那个斑点的 就不是 不是很美观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假如说你需要检查 你照片的 每一个 detail的地方 可以用page down 和page up 这个shortcut 好 还有一个shortcut 假如说你对 你学过这个 那个photoshop 还有其他的一些软件的话呢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 universal的shortcut universal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软件 你都可以用这个shortcut 这个shortcut呢 就是control-号 或者control-号 control-号呢 是把这张照片给缩小 control-号 加号呢 就把这张照片给放大 大家记得吧 就是学那个photoshop的时候 也是这个shortcut的 这个是universal的 大家可以试试 可以control 左手按一下control 然后呢 右手呢 按一下那个加号 你每按一下呢 东间的照片呢 就会zoom in 然后呢 假如说你按一下 control-号的话呢 他有zoom out 希望这个shortcut 大家记住 好 这是library的 the navigator 咱们下面呢 转到developer 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部分是一样的 只有 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大家click这个developer以后 make sure 你这个developer 这个module是enabled的 然后呢 大家看一看 左边的那个菜单就变了 对不对 变的话呢 大家看到 navigator下面呢 是叫preset 叫预设 对吧 这个navigator的好处 就是说 当你准备要用某一个预设的时候呢 这个navigator会把这个效果图啊 给你display出来 大家看看 看我的这个mouse 这个鼠标 在这些preset下面走 但是我没有click 只是 只是这个most over 只是说在上面走过 没有click 千万不要click 好 大家看看 首先这个是 black and white 黑白的 这是谁在讲话 麻烦那个mute一下 好吧 好 然后随着你的鼠标 most over 的时候呢 这个navigator 就能把这个预设的效果提前告诉你 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运用apply这个预设 假如说你喜欢这个预设 那就用mouse左键按下去 这样的话呢 中间这个panel的照片就会跟那个左边的navigator一样了 就是说你已经选择了apply了这个预设 这是这个navigator一个非常好用的地方 就是说你不要先ply 只是来 preview一下 然后呢你再决定用哪个预设 这个就是在library这个module上没有的 好 假如说 你会问 假如说 这个好像看上去不怎么样嘛 你想roll back 就像那个不想apply 怎么办呢 大家要记住这个shortcut了 control z 它就会roll back 把你刚才改变的呢 给它消掉 这个非常有用 你到以后咱们那个改照片 改了不对的地方 你都会用control z 来那个roll back 好 这是第一个topic 就是navigator 我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好 咱们接着讲 咱们看看这个右边的panel 所有的这个编辑照片的这个菜单都在右边 make sure你这个develop这个module的名字是亮的 好 咱们一共有1234567891010组这个菜单 咱们要分三节课 把这菜单一一讲完 第一个就是histogram 大家还记得咱们原来第几节课讲过的这个solo mode 假如你因为这个菜单有十组菜单 你一定要用solo mode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这边那个右边的panel啊 会非常的claddy的啊 就是说用非常拥挤 你看不见啊 我建议这个地方大家用那个 用那个solo mode solo mode大家还记得short card吗 假如说你这个三角啊 是实心的话呢 说明你现在不是solo mode solo mode的话这个三角是虚的啊 enablesolo mode是左手按一下alt 然后那个mac的话是option 按下去 然后呢 右手呢 把这个mouse呢 点移到这个三角 然后点击一下 他就会把这个mode变成solo mode 大家现在都回到都用这个solo mode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还没有用到这个solo mode 好可以 那就assume每个人都是solo mode 咱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这个tool呢 就是这个histogram histogram呢 翻成中文 就叫直方图 直方图 假如你没看见的话呢 你点击一下 这个三角 它的三角呢 就变成倒三角了啊 这个直方 直方图就出来了啊 这个直方图 是lightroom里面 一个修照片的 翻听去刷 这个直方图是lightroom里面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 它能display一些information 然后呢 还可以直接让我们在这个直方图上去修改照片 大家来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比如这张照片啊 你把那个mouse啊 移到这地方以后呢 它下面 直方图下面呢 就会出现这些metadata 对吧 包括 ISO 这张照片是用什么 ISO拍的 这个镜头是什么样的镜头 是哪个焦段 然后呢 光圈和速度 都在里头 啊 这个 是直方图上 所能显示出来的 然后呢 还一个 最重要的information 就是直方图呢 它是把这张照片的 这个明亮 这个程度 scale 给你display出来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上面这座山啊 首先看看 这个山最里头的这个灰色的山 这个呢 是表示它的 这个 用英文讲是luminosity 就是它的光亮程度 怎么来理解这个 这个山呢 大家 直方 直方图的最左边 是暗的地方 然后呢 中间这部分呢 是叫中间 中文叫mid tone 然后右边呢 是高光 它是这样分布的 假如这个山呢 越高的话呢 说明那个地方的pixel 就越多 咱们来 讲几个例子 我先先先那个 我把这个slide给大家看一看 好 大家来看看 这一张 这两张不同的这个histogram 上面这一张 上面这一张和下面这一张啊 上面这张呢 大家看没看 这个白色都集中在中间 也就是说 左边最暗的地方 它没有pixel 然后呢 右边亮的地方 高光的地方 也没有pixel 所以这种照片呢 它的这个contrast 就是对比度 就不高 好 咱们再看看下面 这个图 这个图跟上面这个图相比呢 它这个对比度呢 就增加了很多 它最左边最暗的地方呢 有很多pixel 然后包括最右边高光的地方呢 也有很多 所以呢 把这样照片 大家比较一下 大家就明显的看出 下面的照片呢 黑的 比上面的照片更黑 亮的 比上面的照片更亮 所以呢 咱们可以说 下面这张照片的 动态范围 用英文讲 就是dynamic range 就比上面照片的更高 dynamic range 动态范围 它就表示 从暗到亮 这个动态范围的变化 这个范围越大 说明这张照片的 那个暗中间tone 和高光都有 这个pixel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照片呢 是应该 所有地区的 这些pixel呢 都有 所以呢 把这两张照片 相比较的话呢 下面的照片呢 就比上面的照片要好 好 咱们来用这个具体的照片 来做它那个 那个比较啊 左上角这张照片 大家看着它的直方图 它的低光 shadow这部分呢 还是有 但是呢 高光这部分 就缺少pixel 所以这张照片呢 就不够亮 相比较 右下角这张照片 它的直方图 是比较均匀的 从暗到亮 都有pixel分布 所以呢 看这张照片 右下角这张照片 就明显 比左上角这张照片呢 就好看多了 暗的 该按的地方就暗 该亮的地方就亮 所以呢 所以要通过直方图 来看一张照片 看它的明暗的分布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 咱们来看阿拉斯加这张照片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的直方图 它有什么缺陷 这就是跟咱们刚才看的那个直方图 那个示意图是一样的 它暗的地方没有pixel 亮的地方也没有pixel 所以这张照片呢 它的对比度呢 就很低 咱们就可以 这种缺陷的话呢 是可以通过lightdown来修正的 咱们再看看其他几张照片 咱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这样照片的话 你看它的这个pixel啊 这直方图的pixel 都集中在左边 就暗的地方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下面这个 下面可能有三分之一的 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是暗的 然后呢 右边这个亮高光的地方呢 却没有任何的pixel 所以这样照片呢 缺少高光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lightdown的 来给它纠正 好 好 大家看看这样照片 那么这样照片吧 这样照片 你看一比较 就跟刚才那张 这个阿拉斯加镇照片 就好很多了 对吧 比较一下 你看直方图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照片的直方图 就非常的分布的非常均匀 该暗的地方暗 该亮的地方亮 好 make sense right 这是 这是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它的原理 田单 我想问个问题 这个histogram是只看它的area 就是它的那个图的面积呢 那这个图上面有的地方是黄 有的地方是蓝 有的地方是红 那个有information吗 还是可以 有的 好 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部分 看了它那个中间这个grade area 这个呢 就是它的光亮程度 然后呢 这个histogram呢 它同时也给你display了 这个color的information 这color information呢 就在上面这一层 有六种 一共有六种颜色 这个颜色 咱们待会稍微等会再讲 有红色 绿色 蓝色 还有那个青色 黄色 还有那个紫红色 这六种颜色分布 就是说现在的亮度 我们只看这个灰色领域 是吧 灰色的 哦 ok ok got it 有些地方 像其他的tour 它 可能这个直方图呢 它只是给你display 这个中间这个灰 这个光亮程度 不把颜色给display出来 像照相机的话 好像就这样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用几个不同的option 好 这是光亮程度 和这个颜色 好 假如说 那么怎么用 把这个照片的光亮程度 给它进行调节呢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直接 在这个直方图上 去调节 非常的简单 怎么简单呢 你就是把这个鼠标啊 放在这个直方图上 大家马上就看到这个直方图 这个鼠标器的那个鼠标点啊 就一下就变成了左右走动的这个一个icon 大家呢 可以摁下去 摁下左键 然后呢 把鼠标呢 往右拖 看它整个图就跟着你的鼠标的移动 所移动 假如说你往左拖 它的图这个就变成更暗了 对吧 往右走 就亮了 这呢 是直接在直方图上来改动照片 还有一个办法 更有效的办法 是什么办法呢 是通过 大家click下面这个basic 把这个basic打开 打开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panel出现 我想大家要集中看的呢 是看这中间 这个tone 这个地方 它下面一共有六行 对吧 我想要make sure大家都看了 就把这个basic打开了 看了tone下面的 第一个是什么 谁告诉我 exposure exposure 第二个呢 是contrast 然后呢 下面有四个 highlight shadow white and black 好 除了这个contrast 以外 这其他的五个 这个 怎么说 是跟直方图 一一对应的 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我的鼠标 当你这个鼠标啊 在直方图上啊 游走的时候呢 大家看看 它下面呢 就会出现一个字 大家看看 现在下面是什么字 看了下面这个 什么字 是不是black 就是black 对 也就是说 这个area 对应的 是这个basic menu里头的 black 好 接着往右走 现在从black 再往右移 鼠标往右移 大家看到下面这个字 就变了 变成什么了 shadow 是不是 也就是说 这部分的pixel呢 相对应的 是这个basic里头的 shadow 好 再往右移 中间这块比较大 这叫什么 exposure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area 对应的 是exposure 这个bar 好 再往右 就变成了highlights 对应的是highlights 最后最右边这个 叫whites 对应的是这个whites 也就是说 它直方图上 有五个区域 是跟你basic 这个menu里头的 这个五个bar 是一一对应的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 看我的鼠标 在这个直方图上 移动的时候呢 大家观察一下 下面这个bar呢 它也在相对应的 在做改动 比如现在 把这个鼠标呢 在中间 移动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 exposure 是不是在增加 yes 是的 是的 然后呢 现在往左拖 exposure 在减少 好 我把鼠标呢 往左移一点 现在是什么地方 是shadow 大家看看 这个shadow 这个地方就highlight起来了 看到没有 shadow highlight起来了 然后我要把 往左拖 它这个number就变了 同样的道理 我把这个鼠标呢 往右移 移到这个 现在是什么highlight 我往右移 对highlight就做了相对应的变动 也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 在直方图上 做变动 也可以 在这个basic 这个菜单里头 对这些光亮程度 进行改进 好 除了这个contrast 刚才咱们说了这样图呢 contrast的不够 不够好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 把这个contrast的 进行给它 纠正 很简单 就是 在这个contrast的bar上啊 把往右拖 往右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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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它这个 这个直方图的分布 比较均匀 从暗到亮 都有这个pixel的分布 大家看现在的照片 是不是好多了 大家 每当 修认完照片以后 你想看看 这个before and after 这个区别 有一个shortcut 这个shortcut 非常重要 是什么呢 就跟咱们在library 学的shortcut 是一样的 但是呢 在library里头呢 它是display 这个library filter 然后在develop module呢 它是showing before and after 好 大家都按一下 这个vertical bar 也就是enter 的key的上面 那个键 按下去 hold得住呢 这就是before 就是说你在你改之前 这照片的效果 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到 在右上角 有个字吗 before 然后呢 你把它手松开 它马上display 这个after 或者呢 你敲一下 手松开 它也可以display before 然后你再按一下 它就是你改进以后的 这个效果 大家都自己操作一遍 好吧 把这个 首先呢 把这个鼠标呢 在这个照片的 在直方图上 去进行变动 你可以在五个不同的area 去进行update 去进行change 然后呢 用一下这个before and after 这个shortcut 看看 这个你改动的效果 然后呢 第二步呢 这回不用直方图了 用这个basic里头的这些bar 来改动这照片的光亮程度 好 可能有人问 假如说我 大家看到我的屏幕 假如说我改动了exposure 对吧 我觉得不满意 我想回来怎么办呢 当然了 你的这个笨办法 就是说你往回拖 对不对 但是这有个shortcut 你可以鼠标 点击这个exposure double click 它就能双击返回 同样道理 这contrast 我不想要这个contrast 大家点击一下 这个contrast double click 它就还原了 这highlight的一样 双击 它归零 这就是一个reset的一个shortcut 就是 你假如你不想要这个change 你double click一下 它就返回来了 有什么问题吗 好 没问题 咱们继续往前走 刚才你说的一个就是before after 我这个怎么没有秀这个before呢 ok 你make sure你中文输出是disable 你中文输出是disable了吧 对 ok 好 make sure是在这个developer module下面 developer module这个是enabled 对 ok 比如说我改动一下exposure 我往右拖 然后我就按这个before and after 按下去 它就before 松下来 它就after 你不是这个吗 没有啊 ok 假如说你不是这个话呢 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个 看看你的那个toolbar 第二个有个y字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看我的鼠标 你点击一下 它有几个选择 你可以before after是left right 然后呢 这个是 你可以用这种放在一起的 也可以up and bottom 我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有没有选择 先看到了吗 对 现在有了 ok 好 行 用它default就可以 好 any other questions 没有 没有 咱们再看看其他照片啊 比如说 咱们看看这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呢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看看它直方图啊 这个山呢 堆积在左边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直方图呢 左上角和右上角 有一个三角形 外面有一个方块 大家看不看到 这个方块呢 这个三角呢 你再说一遍 我刚刚还找到这个相片 你再说一遍 随便任何张照片都可以啊 不一定这张照片 最好是这张照片 然后呢 大家看一看这个直方图 看这直方图这个山呢都是在左边 对不对 这说明这张照片呢 暗的地方比较多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大家再看一看 左上角和右上角 是不是有两个方块里头有这个三角形 好 假如说没有方块的话呢 没问题 大家可以click一下这个J 这个letter J 按一下 按一下 那么这个三角呢 外面就加上了一个正方形 这个是一个什么short card呢 这个呢 它英文的这个术语呢 我给它亮一下 叫clipping clipping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先看最左边的 假如说左边的山呢 已经靠了这个这个墙壁了 就说明这个地方啊 太暗了 你失去了有一些这个pixel了 这就叫在左边这个低光的地方呢 出现了clipping 好 咱们再看看相反的方向 最右边高光部分 假如说这个山呢 撞了这个墙壁上去了 就说明这个这个这张图呢 在高光的地方呢 出现clipping 一出现clipping的话呢 它的information就会丢失掉 就会loss掉 ok 所以呢 咱们要尽量的把这个clipping的地方呢 给拉回来 好 lightroom呢 就给你这样一个indicator 告诉你这张照片呢 有没有发出现clipping 好 好 大家看看这样照片 make sure你左上角和右上角 这个三角 那个周围是一个方块哈 这也说明这个lightroom呢 是给你display这个clipping alert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lightroom啊 在有些照片的地方啊 就有不同的颜色出现 大家看看看我的鼠标 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绿的东西 蓝的东西 是不是 还有这个地方出现蓝的地方 我把这个地方再变一下啊 把它蓝的地方弄多一点 我往左拖 现在看的是不是更清楚了啊 就是lightroom呢 用蓝色的来表示这个暗光clipping 表示那一地方呢 太暗了 好 再看看中间这个灯 这个灯是什么颜色 上面是红色 也就是lightroom呢 用红色来表示这个高光地方呢 出现了clipping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上出现这两种颜色 不要惊慌啊 不是你真 不是你照片真正的颜色 而是lightroom告诉你 你的照片出现了clipping 所以呢 你要那个做相对应的纠正啊 怎么纠正呢 其实很简单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低光出现clipping了 我就把mouse呢 移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往右拖 往右拖 大家能听见我吗 听见吗 可以 听见 OK OK 刚才我的电脑好像发生故障 好 大家看 随着我鼠标的往右拖 这个蓝色就不见了 对不对 我再做一次哈 看看现在蓝色是不是还在那 所以呢 我往右拖 往右拖 这时候呢 这个暗光的clipping就disappear了 就被修正了 好 同样的 我高光地方 也可以做同样的修正 大家把mouse呢 放在最右边 这个地方是表示高光那么white 对吧 看看这中间的灯哈 现在的红色对吧 我往左拖 它的红色是不是慢慢就disappear了 好 现在这张照片呢 这个clipping就被你fix了 好 另外呢 可能有些人在看不同的照片的时候呢 会发现这个三角啊 不是白的 而是有颜色的 这就说明 那个地方 那种颜色 发生了clipping 好 大家看看啊 右边这个高光地方呢 出现这个clipping 它是什么颜色 蓝颜色 对吧 就说明 肯定是这个地方的蓝颜色 发生障色 发生clipping OK 老师 你声音听不见 听不见了 现在可以 那个左边的那个三角 你那个声音又降低了 你靠近话筒好吗 你的那个 这个上角色 那个左边的那个三角 怎么还是亮的呢 还是什么 亮的 还是亮的啊 还是亮的 没问题 说明它就是有一点点 没问题 只要你这个视觉上 没出现蓝的斑点 或者是红的斑点 就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就是再往右 像这样照片的话 可能 你可以再往右 它已经到头了 看那个black 它已经到百分之百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就是只能到这个位置 OK 对 这是你能做的 这个最佳的状态 嗯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我没有看见这个蓝色的这个 三角框框啊 哦 可能你那个这个 这个 我这也没有 现在是白色的吗 这是白色 对 对 再往左拖一下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可能会发生这个clipping 现在没有了 现在这个 只要上面没有 呃 这个红颜色 就说明还好 没问题 我也没看 是 没有红颜色 但是还是三角 有白的三角 我这里头还是这样 对 就说呃 可能你要把它放大的话呢 可能它还有一些些 但是就说 你overall的话 它基本上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用这个红颜色和蓝颜色来观察 这个整个照片啊 好 这是Histogram一个很有很有用的一个功能 帮助你怎么把这个照片的clipping显示出来 然后呢 做相对应的修正 然后呢 做相对应的修正 好 刚才怎么讲了哈 就是说 呃 一般 有什么advice 告诉大家怎么来做这个照片的修正呢 就是说这些这些吧应该怎么移呢 当然刚才讲了一个很很很模糊的概念啊 就是说 只要这个pixel啊 这些山呢 分布比较均匀就可以了 对吧 呃 但是一般的话呢 现在很多人就喜欢呢 喜欢用那种叫 simulated那个HDR 的样式 这个模式啊 来编辑照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需要的暗的地方也有 我需要的高光的地方也有 这种情况的话 我的一般的做法呢 是变动这个highlight和shadow 这两个bar 所以一般的话呢 呃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highlight的往左拖一点 然后呢 这个shadow的地方呢 往右拖一点 使它分布均匀 这个shadowbar啊 非常的有用 呃 我 我很形象的把它 叫做一个叫什么呢 大家拍那个人像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叫feel light 就补光板 或者叫补光 这个shadow啊 就类似于补光 就是说它把那些 还不够亮的地方呢 给它 把亮 把那个亮度给它打上去 给它补光 所以我 我修改照片哈 我一般 都会多多少少 会把这个shadow呢 往右拖一些 然后呢 这个white 你要增加它的那个 这个HDR dynamic range 你可以再往右拖一拖 然后呢black呢 再往左拖 不能 千万不能 看了没有 我现在就过了 看了没有 左边就出现了 这个蓝色的斑点了 对吧 就说明你发现clipping了 要往右拖一点 然后呢 这个白色呢 那个雪山上 有这个红点了 说明也发生那些clipping了 所以呢 这个白的地方呢 往左拖一点 哦 不是那个 可能是 这个地方white 走拖一拖 它还是有一点哈 因为它是雪山 所以这样就差不多了 就是说一个basic rule 就是说 这张照片的光量分布 是不是均匀 就看你这座山 它的分布 是不是比较flat 不是集中在左边 或者是集中在右边 或者是集中在中间 对吧 要从左到右 都有这个pixel的分布 好 咱们来看几张照片 咱们来看这张照片哈 这是原片哈 把这张照片下载以后呢 大家一看直方图上就出现clipping 对吧 左上角 这个暗的地方太暗了 而且来中用这个蓝颜色给你表示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照片有好几个好几个问题哈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明暗程度要调整 第二个呢 大家咱们要讲 就是它的那个这个白平衡不对 第三个呢 是cropping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噪点高 咱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哈 就是这个光亮程度哈 所以咱们要首先解决这个clipping的问题 好 这个非常好办哈 就是把这个鼠标器放到这个暗的地方 暗的地方是什么 black对吧 往右拖 它这个clipping就disappear了 然后呢 这样照片呢 overall还是比较暗 大家到这个exposure的地方呢 把它亮度呢 调高一点 使做3呢 往右移 移的中间 然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contrast 使做3呢 看见没有 美的 一 我一动这个contrast的往右移的时候呢 这个右边的3往右移 左边的3呢 往左移 这样的话就比较flat 我再操作一遍哈 我把这个contrast弄回来 然后大家看 我 用鼠标把这contrast的往右移 大家看这个3是不是左右的移动了 这样的话就达到了这个平衡 然后呢 大家点击这样照片 这是那个力人舞舞蹈团 一次舞展哈 大家来修改一下这样照片 好吧 首先看到这个照片的最底部 太暗了 出现clipping 所以呢 应该在什么地方 但我还没找着呢 OK 这样比较暗的照片 找到了 OK 找到的话 大家就是用两种办法吧 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直接在那个直方图上去做纠正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basic这个bar上去进行纠正 陈老师 哎 你对那个靠近话筒好吗 你这个声音十高十低 哦 你的声音完全听不见 哦 你是不是把那个 啊 I saw 调的比较 哦 你这个 你说这样照片是吧 啊 不是我调的 不是我调的 这个拍舞台照哈 因为它灯光比较暗 然后呢 呃 你的速度又必须快 呃 你最后牺牺牲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ISO必须要3200 你看这样照片3200还是这么暗 照理说应该是用1万以上对吧 但是1万的话那个那个照点太多了 对就不好用的对 这个修照点咱们以后要讲 OK 不 并不是说我故意要用3200 我不得不已用3200 好 大家都呃 都知道怎么做了吧 用脂肪图 还有这个这个basic的这个这个menu 好 现在我想 请讲 你现在是脂肪图 如果你把它拉开以后 你可以看到那个 红色的特别的高 就是已经顶到最上面了 有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红色降一下 当然 你说是哪个红色 这个红色吗 对 有什么办法降上什么 哦 这个咱们待会再讲 因为这个照片有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咱们讲的这个白平衡的问题 OK 啊 嗯 好 我现在想让大家 呃 闭上眼睛 然后呢 在脑海里啊 把它直方图的五个地区背一下 好不好 好吧 呃 从左到右 这五个地区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最左边是什么 black black 然后呢 第二个呢 shadow shadow 中间那块呢 怎么就莉莉一个人在讲啊 其他人 exposure exposure 然后再往右 highlight highlight 再往右 white white 啊 好 从右到左再背一遍 这个一定要记住 white shadow exposure highlight and white 好 好 好 一定要记住哈 呃 这是修正这个照片的光亮 好 下面呢 咱们来讲一讲 刚才那个Alice提到的 这个 呃 白平衡 呃 呃 我原来说过哈 照这个 照这个剧那个舞蹈照片哈 有两种办法把这个白平衡给纠正 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说你照相之前 在这个台上啊 摆一张白纸 然后呢 你去照样照片 然后呢 把它用利用这张照片 作为你的白平衡的标准 这样的话呢 你后面照的照片那个白平衡都是对的 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用的 就是照完照完以后呢 到Liter Room里面去 把白平衡给纠正 所以你你照完以后啊 你哎 我的猫怎么突然跳起来了 咋的怎么了 所以你 看完你照了那个剧场照片哈 你都会发现 哎呦这个照片怎么 都是这么花红 花黄哈 没关系 这个在Liter Room里面呢 一下子就能解决哈 你看所有的这样照片一样 刚才咱们编辑的照片 也是发红 发黄对不对 这个呢都可以通过Liter Room里面的 这个Wide Balance来解决 我把我的slide给大家看看啊 我在那个另外一个一堂课里面讲到了哈 同样一个场景 光线不同的情况下 它出出来的这个照片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看这张slide哈 在左边左上角是auto 你照相机的那个白平衡上啊 black and white的地方 不是那个white balance的地方 是用auto 它照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假如你选择的是daylight 它效果是这样的 尤其是右下角两个哈 一个是Townston 还有一个是Florence 这个效果呢 完全就跟你这个auto 完全不一样 对吧 这就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啊 有不同的color和它的temperature 好 咱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是整个这个color的temperatur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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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由一个科学家叫Kevin 他发明的哈 我们屋里用的这个townston 差不多是3000左右 或者是两 稍微低一点 咱们呃 咱们那个室内的灯啊 差不多都是3000左右 这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光线底下出来的照片的效果呢 是根据你这个这个光线的这个温度来定的哈 好 那么 咱们来看一看 怎么能用 这个lightroom 来对白体痕迹进行纠正呢 咱们再回到这个basic 这个panel里头去哈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有一个 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像那个点药水的那个那个小小小捏子似的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呢 就是用来做白平衡调整的 再往右呢 他写上了wide balance对吧 然后呢网右呢 再往右呢 他有一个dropdown list 大家都click一下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他给你一个list 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list里头的任何一个 来对这张照片来进行白平衡的纠正 我知道这张照片呢 是在那个plano-coya的拍的哈 他那个灯呢 差不多是3000左右 它是tunstone 所以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tunstone 你看了没有 这照片一下白平衡就纠正过来了 大家都自己这样做一下 大家都自己这样做一下 点击一下这个白平衡这边的dropdown list 然后选择一下tunstone 或者有时候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auto 在这个这种情况下 auto和这个tunstone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 我再演示一遍哈 我用control z 把它变回来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white balance下面有两个bar 第一个呢 叫temp 就是temperature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颜色的温度 色温 第二个呢是tint 就是指这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temp呢 它是 它的值啊 是从2000到5万 越往左呢 是越偏蓝 越往右呢 越偏红 左边是蓝 右边是红 大家记一下哈 记一下可能帮助你这个 这个 来修整照片 好 我doubleclick一下这个temp哈 它原来这个照片的下载以后 它的temtemperature是多少呢 4600 对吧 但是你看这张照片 是偏红还是偏蓝呢 有谁回答一下 偏红 偏红 对了 所以呢 这就告诉你 你一下就知道 这个temperature呢 要往左拖 还是往右拖啊 往左拖 往左拖 它的红就越来越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为什么 大家注意看这个temperature 这个数值哈 当我选择这个wide balance 是auto 或者是tunston的时候呢 它这个temperature的数值呢 是变小了哈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4600 大家看一下 一下子变成2800了 对不对 对 这就为什么我说这个plano coya的它那个灯光的 它是tunston啊 差不多是3000左右 当然了 你把它往右移一点 也差不多多少啊 比如说2900也可以 好 这个呢 是第一种 纠正的办法 哦 我需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 呃 这张照片呢 是raw 照片 对吧 大家看看我的鼠标 它的extension呢 是cr 是佳能的这个raw file 假如说 我这张照片是jpeg 那么大家再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哈 这个dropdown list 那些选项啊就disappear了 这就为什么我强调 假如说你要做后期的话呢 就一定不能用jpeg 你用jpeg的话呢 这些option都没有了 ok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好 再回到这张照片哈 我用control z 来还原哈 可以reset 好 刚才咱们讲了第一种办法 就是到这个dropdown list里面去找一个 这个你认为是比较正确的白平衡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是什么呢 是用这个这个小小小小夹子 大家点击一下 哎 这样的话你的鼠标呢 就变成了这个小夹子 这个怎么用呢 它的原理就是说这个小夹子呢 去找这张照片的 这个白色的地方 neutral的地方 然后呢 lightroom呢 再根据你的这个选择 来对比白平衡进行纠正 所以呢 一般你这个这个选择的地方在哪呢 应该要找这样照片的白色的地方 这样照片呢 太小了哈 你看不太清楚 所以用刚才咱们学过的这个这个办法 把这照片放大一点 是什么short card啊 刚才讲是universal的short card control plus 把它弄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control什么呀 control plus control plus是把这个照片给zoom in 放大 好 放这么大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很容易找这张照片的白色的地方 对吧 我可以click这个裙子 对吧 也可以click这个鞋 咱们试一下哈 咱们先click这个 这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你看 是不是差不多是白色的哈 有个有一个比较trick的地方在哪呢 就说大家移动的时候呢 大家看看这个小环块最下面有三个数值 看到没有 首先是r 中间是g 最右边是b 这就表示这个点的三个prime 那个三原色的这个数值 r就是red 红色 g呢 是green 然后呢 b呢是blue 就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值是79.1 红色 green呢是85.7 b呢是77. blue是77.4 最好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 就是这个三个值的 三个原色的值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它是真正的neutral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 是很难找到就是绝对一样的 像这个地方哈 看上去是白色对不对 差不多都是80左右 就差不多也可以 好 再试一试哈 再看这个斜的地方 这个地方看看 那三个值是什么 89 93.8 85.2 也差不多 对不对 好 一般来说呢 咱们只要找了一个白色的地方呢 然后呢 click一下 lightroom呢 咱们再zoom out一点 就会把这个地方作为neutral white 然后呢 然后呢 根据这个标准 来把你整个照片的wide balance 颜色给定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custom 就是说你是用customize的方式来调白平衡的 好 所以你看看这个temperature和这个team 这个数值都变了 看了没有 这一下就比咱们刚才2700那个数字更低了哈 它就更偏蓝色的哈 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眼力哈 来稍微做到调整 假如说你觉得太蓝了 你可以呃 呃 往右拖一点 把把这个照片呢 warm warm up一下 把红色稍微加一点哈 刚刚这样照片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哈 呃 我们以后要学这个 用这样照片来学这个crop哈 把这个黑下面的底边给去掉 然后呢 还有这个噪点之类的 你看这张照片 因为是6400嘛 这个ISO1600 噪点还是挺挺多的 所以咱们以后 再讲讲怎么去修照点哈 好 这就是用第二种办法 来menually 用这个 呃 wide balance selector 这个这个 这个小瓶子去 选择一个neutral wide的地方 然后来把照片给纠正过来 呃 这个这个选择呢 这个这个wide balance selector 有个shortcut哈 叫W 也很好记哈 是wide balance对吧 W 大家可以试一下哈 假如说你按一下W 哎 这个鼠标 就变成了这个这个selector 对吧 然后再按一下 它就回去了 好 好 大家自己来操作一下 就这样照片 操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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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面下雨哈 好 现在是九点了哈 咱们呃 再往下走哈 还有几个几个topic 咱们要cover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wide balance 这是 右上角一点点 就是跟那个color 靠在一起的 叫black and white 看到没有 好 这个意思呢 是什么呢 这个black and white呢 是让你把 两张照片 给它变成黑白照片 咱们这堂课呢 要学 要学会 呃 用 至少三种不同的方式 把这个照片变成黑白的哈 就是呢 第一种 大家都把这张照片打开 伊拉和童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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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哈 打开以后呢 然后呢 大家都点击一下这个black and white 它一下子 它一下子 就把这张照片变成黑白照片了 很简单 很那个streetforward 大家都把它变回来哈 咱们再 咱们待会用这个照片把它变成变回彩色 可以click这个reset 咱们回到这个basic菜单里面哈 咱们往下走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讲的这五个部分呢 下面还有一个叫presence 它包含三个tool 第一个呢叫clarity 第二个呢叫vibrance 第三个呢叫situation 咱们一个一个来讲哈 第一个呢clarity 翻译作文就是清晰度对吧 这个很直接 它什么意思呢 就说它能把你照片的清晰度啊 给它变增强或者减少 这个大家要记住就是 在风光做风光照片的那个修改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clarity呢往右拖 好咱们来看这样照片哈 这样照片咱们刚才讲哈 它的contrast不够哈 咱们先把这contrast先修一下 然后呢再把这个clarity给修正一下 clarity就是往右拖 就增加它的clarity 这个呢你要把它放大了 你才能看到它的区别哈 咱们可以control plus对吧 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before and after 看这是before这是after 所以呢风光照片呢是往右拖增加它的清晰度 好 人像照片呢要相反 咱们看看这样人像照片哈 人像照片呢 一定要把这个clarity啊 往左拖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达到一种这个皮肤漂白的这种效果 当然也不能漂得太厉害了哈 差不多不到10到15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哦 这个呢就是咱们以后要学到这个 是第四下星期的下下星期 有一个专门 大家click这个brush哈 有个叫soft skin的选择 这就是专门用来那个刷皮肤的 大家来看一下哈 他这个刷皮肤呢 他的最大的这个变化 就是把这clarity啊 看了多少往左拖 拖到百分 拖了100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function 也就是把这clarity给它减少 这个咱们以后再讲哈 好 这是clarity 第二个呢 叫vibrance vibrance这个 这个 这不是一个英语词哈 它是adobe自己的发明 它实际上跟那个下面 咱们要讲的saturation呢 就是饱和度 有点类似 但是呢 又不同 呃我的定义呢 这个vibrance的定义呢 是什么 叫smart situation smart situation 他就说他的vibrance呢 他 对那些已经饱和的那些颜色呢 他不会做变动 导致对那些还不够饱和 不够鲜艳的那个颜色呢 去进行调整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你要把内的照片啊 风光照片呢 呃 还有这些其他照片 你想把它变成 就colorful一些的时候呢 哎 建议用这个vibrance 好 咱们来举个例子哈 咱们看看这个 风光照片 看这张吧 这张照片 现在是调整之前哈 所以 首先呢 这个clarity 咱们要往右 对吧 这因为这是风光照片 然后呢 其次 你可以把这个vibrance往右调 我go extreme哈 你看 我调到最右边 你看这个蓝色哈 非常的漂亮 对吧 不过这个有点过了哈 这个太过了 可以就是回来一点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那个 是多么的powerful哈 相比较 最下的这个situation 假如说我把这个situation 往右拖的话 你就看到这个 稍微有点太假了哈 这个situation 所以这个situation 大家要特别要谨慎的用哈 用的时候呢 不要用的太厉害了 我建议呢 就是说用的话 不要超过10 差不多5左右吧 然后呢 这个vibrance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说稍微的多用一点 好 这就是 这个present 的三个功能 这个功能 clarity vibrance 和situation 呃 vibrance和situation 在编辑人像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哈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让这个人像的这个照片的这个模特的皮肤啊 失真 咱们来举个例子哈 咱们来看一看 呃 clarity呢可以用 对吧 往左拖对吧 使他皮肤给它柔化 然后呢 vibrance呢 可以用一点点 但是用的不要太多哈 好 然后呢 这个situation 你看呢 用多的话就 就这个颜色就不真实了哈 所以就是后面两 后面两下呢 在做人像镜 人像照片的修编辑时候呢 要小心一些 好 刚才咱们讲了 把照片变成黑白照片的这个第一个办法 是什么 就直接在在这地方点击black and white 对吧 下面咱们介绍一下第二种办法 第二什么办法呢 哎 从这个situation的地方下手 situation的话 也就是说它表示这个颜色的呃 饱和度 对不对 假如说我把这个situation 这个bar一直往左拖 它颜色的饱和度没有了 哎 它就是一张黑白照片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situation的地方变成 负的100 把这照片呢 变成一张黑白照片 好 这个看着红点不是它的颜色啊 是 是什么意思 咱们刚才学过的 Clipping Clipping yes 所以这地方你可以就是往左拖一点 把这个Clipping呢 给它消除掉 好 好 好 大家对这个present有什么问题 不清楚的地方 好 没有 咱们继续往前走啊 我想把这张照片的颜色变回来怎么弄 Ctrl Z 或者是把这个situation呢 double click 对吧 它又回来了啊 好 好 那个 Lightroom呢 在 是7.0的时候呢 它又加了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功能 叫Dehase Stand-alone的话 像我这个版本是没有的 有你们现在大家手里的应该都 用那个classic或者是cloud都应该是有这个feature 叫Dehase 就是除雾气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哈 假如你这样照片呢 比较haze 就是雾气腾腾的哈 这样照片还 还好 像刚才看的这个 这样照片 就是说它有点这个雾气比较重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Dehase 这个function呢 把这个haze给它减少 往左拖 我因为我这个版本没有这个Dehase 所以我就不在大家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做 好 那个 大家还记得 我刚才讲的这个before and after 这个shortcut 对吧 就这个数吧 这个希望大家记住哈 我在讲义里头也提到了这个 这个快捷键 这个我列出来的这个快捷键 我是希望大家能记住的哈 好 那今天这堂课的这个内容呢 就讲完了 然后呢下面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呢 咱们来做一下练习 好吧 刚才那个 有的同学提到就是说 可以布置一下这个下课以后 可以让大家来修一张照片 然后呢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再把这个修的那个修完的照片post一下哈 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 咱们看一看哈 咱们这样吧 咱们先把这十道题做一遍 再上在课上做一遍 然后呢我再看看哪样照片 让大家下了课去修修一下 要不然咱们这样吧 用那个 这张他叫Alice吧好像是 大家下了课以后呢 把这张照片 根据咱们今天学的这个内容 去进行修改 好吧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照片吗 假如说你用其他照片的话呢 我不知道这个 假如你在照片本台就是很好的 对吧 所以呢是可能用不上咱们那个 学的这些内容 我建议还是用还是用这样照片吧 你有你有一个 before and after 不需要 那不需要 就是说你修完以后的照片 你在那个 在那个微信群里面 这个微信群是大群的小群 那当然是小群 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堂课的群 我好像没有啊 没有你 你可以当那个谁 Serena Serena 我拉你一下好了 好的 还有谁 还有谁不在群里头的 小群里头 可以找一下Serena 好吧 这是这堂课的客厦 那个作业 咱们现在把 先把这个 这十道题做一下 好不好 第一道题 呃 运用这个直方图 来 那个 改变这个照片的 这个光亮程度 这个大家可以随便选一张照片啊 呃 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那五个area 五个地区啊 大家来做一下 花一分钟的时间好吧 对 그렇 好 对 没 对 这 我 好 时间到 都没有问题吧 原来是我有个问题 我那个Lightroom上的那是怎么那么大 然后其他的地方 你说这个地方是吗 对啊 那是上一次咱们做 这个identity 那个play的时候呢 你可能不小心 把这边的变动了 你可以就是 现在变一下 把它这个字体 放size给它变小 就可以了 在那个develop里边呢 还是edit里边呢 没有 这个读书所谓 就是菜单上 你是window还是iMac 我是window 好 你看我的鼠标 点击一下edit 然后呢 你会看到 最倒数第二个叫 identity play setup 看到没有 好 你点击一下 稍微让大家改的是在左边 你可能不小心把右边也动了 这个就是control 你这个module的 你名字的大小 你把这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第一题 第二题 就是用第二种办法 就是这回就不用这个直方图了 用这个basic里头的这些那个menu option 注意在五个地方 exposure, highlight, shadow, white, black 去把这个照片作为这个纠正 好 大家现在做一下 一分钟开始 原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时间到 就说用第一种办法和第二种办法 这个效果都应该是一样的 好 第三道题 来做一下白平衡的这个纠正 建议大家用那个几张就是在那个跳舞的时候拍的照片 这张照片也可以 然后这个Nancy这张照片也可以 然后王大夫这张照片也可以 要用这个第二张这张照片 左边这张照片是修过了以后的 没关系 你就随便找一张照片 或者这张照片 这张那个历人 历人舞蹈团的这张照片 我没有你的照片 你是第一次上课是吗 他是一直没有在群里 可能以前的照片他没有下载到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照片好了 我不建议你用自己的照片 因为你照片可能没有这些问题 我建议还是用这些照片 假如说你没有上那个课的话 我建议你把那个第一堂课的那个视频看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 我没有误 我听不见你说话 我上了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上你们讲的就是怎么 把那个照片放的怎么import照片 你没有听到吗 我可能没有好那些印度 您的说话好像时高时低 听不到你说 你把那个 我跟那个Serena 我跟Serena下面谈 好行你问问她 好你有问题联系我好了 很简单 就是说你把那个照片呢 我都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你把它下载到你的Lightroom里面 就有这些照片 我是建议大家用我的照片 因为我是有针对性的 就是把这些照片挑选出来 有问题的 所以呢有针对性的去修改这些照片 假如你用自己照片的话 你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你就感觉不到它的效果 好 好时间到 然后呢 然后呢 第四道题呢 就是你manually去选 就是自己custom这个color temperature 用3200来那个什么 大家第五题也一块做一下吧 第五道题就是用那个 wide balance那个selector 去做这个白平衡的纠正 就这三道题就是用不同的办法 去进行白平衡的纠正 大家可以顺便用一下这个白平衡 这个wide balance select的那个shortcut 还记得吗 w啊 试用一下啊 好 第四第五道题 大家做一下 fifteen 这个 бли侍 试一 同杜 问题 感谢观看 好 时间到 又没有问题吧 用三种不同的办法来对白平衡进行纠正 我这样吧 我给大家加点小菜 加点小灶 大家假如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另外一张图 好 先看看这张图 这是RGB Colorway 大家都知道三原色都是什么 红 绿 蓝 对吧 所以叫RGB RGB对吧 然后大家也要知道一下 这两种Prime Color在一起的话 它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比如说红跟蓝 红跟绿的话就变成Yellow黄色 然后红跟蓝的话变成Magenta Magenta就是咱们中文的阳红 就是紫色 然后绿色跟蓝色在一起就变成Sian Sian的话是青色 这三种颜色 和这三原色的关系 大家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 好 咱们再回到刚才那张图上去 好 大家看这张图 把这个滴滴掉 大家看一看 这个可以点陌生 其实很简单 RGB 红 绿 蓝 对吧 RGB 好 再看看另外三个颜色 咱们刚才提到的 RGB 就是红绿 它产生什么颜色 Yellow 对吧 红蓝产生什么颜色 阳红 Magenta 然后蓝绿产生什么颜色 Sian 青色 这六种颜色在这 好 回到咱们要讲的这个Color Temperature 这个Temperature和Tint 实际上很简单 你用两个轴 Temperature是什么轴 咱们跟他们讲了 回到这个地方来 Temperature 左边是什么 越往左是越什么颜色 越偏 蓝 蓝色 其中一个轴 这个灰色的轴 就是越往左越偏蓝 越往右呢 越偏红 好 这是Temperature的这个一个轴 咱们可以把它看到是X轴 咱们来看看这个Tint Tint呢 这个咱们比较陌生 但实际上也很简单 越往左呢 是越偏绿 看到绿颜色 越往右呢 越偏洋红 就是这个紫色 咱们来回到这个 这个Slide 看这个 这个可以咱们把它叫做Y轴啊 越往下 是越绿 越往上 越洋红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呢 这是这个 这个两个bar啊 实际上就是两个轴 首先第一个轴呢 就是Temperature 就是 它的那个色温 越往左 大家都知道 蓝 越往右 越红 所以呢 大家看 以后看照片 一调的色温的时候啊 大家一下子知道 哦 这张颜色偏红 肯定是要把这个Temperature呢 往左拖 对吧 使它变更蓝一些 好 再要看第二个Tint 它的坐标呢 越往左 是偏 什么 绿颜色 越往右呢 是偏蓝 那个紫色 所以你要根据 它这个 这个照片的颜色的偏差 假如说 这照片太 太绿了 咱们就往左 往右拖一点 假如说这个 太 那个紫色太多了 咱们就Counter一下 往左拖一点 然后呢 拖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地方 很有意思 这个大家不一定要记 我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回头这张照片 假如说 我用这个 这个Selector 去点击一个地方 刚才我说了吗 这个下面三个RGB的数值 最理想应该是EQUO 对吧 假如说它不能EQUO 怎么办呢 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在这 什么技巧呢 先把这个值 点击一下 它现在highlight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个Select 移到某一个 你认为是白色的地方 好 然后呢 你用键盘里头的 这个Up 或者是Down Key 这样的话呢 你会慢慢看到 这个RGB的 这个数值 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看到没有 你要找到一个数值呢 这个RGB的Value 是相等的 咱们试试啊 现在是偏红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这个 这个屏幕上的Temperature 那个Number 是再往下走 对吧 4150 对吧 你再往下走 现在呢 这个RGB的数值呢 就相对来说 就比较接近了 当然了 你要是找到一个 非常的绝对值的话 它们完全相等的话 可能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 因为照片的复杂性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RGB的Value呢 就相对来说 靠近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Value呢 就是你要找的这个值 这个有点复杂 大家不一定要 要记住 反正就是知道 有这么一个Option 就可以了 好 咱们 接着往下做 第六题吧 第六题和第七题 一块做吧 用那个Clarity 来修正一些 人像照片 然后呢 再修正一些 这个风光照片 好吧 大家做一下 一分钟 刚 啊 感谢观看 好 时间到 都没有问题 这个入就是风光照片往右拖 增加它的清晰度 人像照片是皮肤柔化 然后往左拖 好 第八题 用这个vibrance和situation 来做一张风光照片的纠正 把它的颜色稍微调鲜艳一些 刚才讲的入 就是说尽量用这个vibrance 然后少用这个situation 好 一分钟开始 半分钟吧 这很简单 好 这一分钟 好 这一分钟 好 还有10秒钟 好 时间到 没问题 很简单 是不是改完以后 照片非常的 color非常鲜艳 好 第9题 用两种不同的方式 把照片变成黑白照片 咱们用王大夫这张照片 把这张照片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 把它变成黑白照片 开始 一分钟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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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 没问题吧 两种方式 把照片变成黑白的 咱们以后还要学第三种 第四种 一共四种方式 来把照片变成黑白的 第十道 咱们这个就不做了 咱们以后会讲 给大家介绍怎么用 这个wordmark 咱们这道题就不做了 那就是练习就做到这 然后千万别忘了 咱们要把客厦 要把这张照片给它修改 你可以 假如说你没知道怎么去 crop之类的都可以 就是说怎么把这张照片修得最美 不管用什么 要包括我们今天学的白平衡纠正 然后光亮 那个光线的调整 假如说你没学过这个cropping 你自己学学也行 把这张照片修完以后 你可以post在咱们的小群里头 然后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步骤 你做了哪些处理 好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行 那今天这些课就到这 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下来 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下线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天南老师 不客气 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